我喜歡唱錯作的原因是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可能遇到什麼狀況 或是朋友之間有什麼問題 像這首好友這首歌 我相信大家都有年輕過 或是正在戀愛中 或是正在迷糊中 或是現在正在桃花盛開帳範時期 就是這首歌是在寫作 是一對朋友 然後你喜歡這個朋友 可是你不敢跟他開口說 可是因為你怕你說了 他可能就會插了翅膀之後就飛走了 所以就寫了這首歌 那我這首歌叫做好友 下過雨的午後 好想插了這首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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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是朋友 好朋友 陪伴在你我左右 但我給你太多溫柔 我們是朋友 我們是朋友 好朋友 只有兩個字變成結構 把話真心說出口 就不再會是朋友 下過雨的午後 下過雨的午後 你走在前面 你走在前頭 我跟在後頭 我跟在後頭 有一種念頭 好想牽你的手 但我並沒有這麼做 我們是朋友 我們是朋友 好朋友 陪伴在你我左右 但我給你太多溫柔 我們是朋友 好朋友 朋友兩個字變成結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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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是朋友 好朋友 我們是朋友 好朋友 朋友兩個字變成結構 能否說愛你的理由 任不說愛妳的結果 我 自我算了 沒什麼 接下來這首歌是